这是复工的历史性的一刻 占地70公顷 堪称嘉义50年来最重要建设 复工南院开幕轰动南台湾 没预约还不得奇门而入 但这一刻荣景确实也跟着走入历史 下午两点半展场工作人员 比看展民众还要多 买票顺着洪荣走到底一路畅通 住大展览空间展览品返为辅 所以挂上南院招牌 但确实少了点故宫味 听到故宫南院两层楼空间 楼上有着亚洲佛教展 另外这边还有日本瓷器展 而这边还有南亚玉器展 你可以看到整体风格的确跟北院定调 非常不相同 不过台湾民众真的有感吗 北故宫看完以后你会觉得 毕竟那是我们自己中国的东西 东西满多的 那这边都长外国的 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OK 针对某个年代 年代的文物 那边可能会比较 得到比较丰富的资料 就在这边看就 那个题目的广度会比较大 历经十五年两任总统才落成 烟区内路灯座海宝流 亚洲博物馆和故宫两种logo 如同南云本身在去中国化和遵循 传统间来回拉扯 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好像政治在这里头介入什么 这个毕竟不管怎么样 国人对于国际观 或是对于整体的亚洲观 普遍缺乏这也是事实 国内外游客比更达极端的9比1 南院的泰块退烧 让邻近饭店却步 工程申告无限其延岛 开管到现在国际客 明显的比国内客少多了 嘉宇地区本身它一开始 就不是国际观光客会常来的地方 那农业县中处立的庞然大物 南院没能串联云嘉南景点 成为观光火车头 从定调到悬点 都成了政治考量下的牺牲品